奧巴馬總統譴責有人星期六在光天化日下開槍殺死兩名坐在警車內的紐約市警察 目前在夏威夷度假的奧巴馬總統說兩名警察今晚不能回家與親人團聚,殺害他們是毫無道理 兩名警察分別是劉文健和拉法爾羅摩斯在遇害時坐在布魯克林區一部警車內 28歲的兇手布林斯利上前開槍殺死兩人,然後逃到附近地鐵站開槍自殺 紐約市警察局長威廉武布拉頓說兩名警察被暗殺 他說布林斯利之前在網上發表了大肆攻擊警察的言論 被國司法部長霍爾德譴責今次槍殺是難以形容的野蠻行徑 布林斯利曾經在網上揚言要對黑人埃里克加納被紐約白人警察所猴致死進行報復 最近紐約等地不斷有人抗議,警察開槍殺死幾名沒有帶武器的黑人 局勢日益緊張,控手布林斯利是黑人 被他殺害的兩名警察是亞裔和拉美裔美國人 星期五、三人、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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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電視線在那裡